持續關注這起死亡車禍 二十三歲的女騎士被撞身亡 而她的爸爸在去年也因為車禍離世 當時任職保全的父親是騎車上班途中 遭到天虹科技羅姓副總違規重死 事件是一度鬧上了新聞版面 沒想到相隔四百九十五天 女兒和爸爸同樣因為車禍送命 家屬說這一切實在太沉通 陸冰海一流有燃燒之前過後的痕跡 以及事故發生後的車輛零件碎片 二十五號傍晚一起死亡車禍 帶走女騎士青春生命 执行了可能開太快了 可能就是說她方向燈太晚打了 就左轉的車子也太突然了 好巧不巧女騎士的父親 同樣也是因為車禍身亡 2022年5月18號傍晚的一起死亡車禍 白色休旅車違規跨越雙黃線左轉 直接穿越車陣 撞上執行機車騎士 傷重不治 而這名遭撞身亡的機車騎士 就是桃園死亡車禍被撞身亡 女騎士的父親 因為肇事者是科技大廠的副總 爆出官說疑云 而登上新聞版面 當時女騎士的父親上班途中 經過新竹新埔鎮包中路 被修旅車撞死 相隔495天後 因為雙親離異 跟著母親生活的獨生女兒 同樣也是被違規左轉車 撞上身亡 冥冥之中的巧合 恐怕讓女騎士的母親難以承受 記者王小華 桃園報道